然后再来呢 下面还有一个什么 你帮我接下去吗 四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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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五 四 三 二 二 帮她说加卡 那这个的话其实 这个动作是因为 呃 掌外肌的诱报跟掌内肌的诱报 我们会先把它叫醒 因为她刚刚在出版的一个休息状态 所以我先让她用力 那这个动作的话就是说 很多东西都可以试试看 但是我要她出力做 所以的话我让她用比较小的东西去做用力的动作 那在家里的话不一定要是这个啊 任何可以出力的动作都可以 或者有时候也许她吃饭的时候会有一些东西需要她剥壳或剥皮 所以都可以试试看 像虾子啊或者是裹盒类的东西 又像 又可以啊 这样子 其实ok啊 那是什么 对啊 你看 就是她的 不是 因为 因为我想说这个给她 类似玩有点 玩注意力的 它这是一个电子的工具 测试法 然后就是要按下去 它前面勾勾才会出来 然后才可以去勾橡皮筋 ok啊 这很好 其实她在做的时候就是说 爸爸可以试试看 就是你盡量让她去这个动作 用直接 对 因为前面的话这个关节是开放的 它才会有那个力量出来 如果她用这样子的话就变成 你看这边就有浮起来了 挡歪气的动作 对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比较有整个东西都有练起到 效果会比较好 嗯 对就是这样做 还不错啊 这是很好的 然后呢 那我们之前有练过一个动作 就是让她练起这样子 对 那 如果说手工够过来的话 其实这样拿会很轻松 可是她今天一直是这样的嘛 就代表她这边其实是平的 嗯 对 所以的话我们回去她可以试试看 那 一般的话我会贴一个点点 那如果像她 她状况比较好的话 最早 你可以说 贴五个点点 就量好她的手 贴五个点 嗯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譬如说贴好五个点 我们也可以先不要她转 可以让她先这样拍起来 有点像在玩乌龟俏的感觉 那会有乌龟俏的感觉 然后看两个人 不会再同一试 就是那种游戏 然后等她拿 握着习惯之后 我才会演她 一个像这样子的动作 就是整个手工 还有整个小内心的动作 一个球状主要握的东西要出来 对 那她今天在做的时候 比较欺试也是这样子做 她其实只有三支 所以爸爸会 因为你看影片 你会知道说她这两支取来 有 所以她这边 没有那个作用的动作出来 那就变成说 譬如说她写字的时候 为什么会能够拍掉 因为手工不够弯过来 所以她现在写字的时候 因为爸爸之前给她一个硬币握 她其实有那个习惯 开始要握回来了 可是 我会觉得就是说 会像一场状况之下 如果她的手工能够更好的话 或许她这边可以 是有抓得很坏的 对 这样我还是 给她放个硬币的话 硬币的话其实是OK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到后面还是要撤掉就对 让她自己 自觉去做 对 因为其实这边是要做稳定端的 然后如果稳定不是很好 打开的话 其实手还是这样子 可是稳定端不好 她在做一些移动的动作的时候 或者是一些转移的动作的时候 会比较不漂亮 对 因为她不是只是一个字就好 她是写很多个字啊 所以有的时候 小朋友为什么会越写越丑 因为她的手没有跟着动 所以她的一些转移的动作就会出来 因为我一直也比较稳 然后就一直挽去 就说 比如说我们在做操作的时候 不是写字的时候 操作的时候 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 在家里是用类似玩卡的方式 对 那她就是 手好像会比较酸 对 那要怎么样去帮她做按摩 好 现在的话就是说 爸爸我们在 因为我是走这个学者的 每一个学者有不一样的方式 对于肌肉肉发跟关节肉发 但是我是走这个学者 所以我认为 如果我要增加的是近端的稳定度 譬如说 身体不适合 譬如说 她在哪里 她爱完 所以她说 你来带我 我带你来带我 带我 你来带我 你要带一個耳朵出来 2 我睡着一个耳朵 所以你应该挺起来 你应该要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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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跑出来 你看老师都要跑出来 你应该要挺起来 这里要挺起来 那你就不能挺起来 那你应该要挺起来 这里 这里 在这里 这里 在这里 出出了这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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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嗯 嗯 有 那你又没有 现在呢 打发我 嘴巴 有一个嘴巴 放着一个嘴巴 先先走 放着一个嘴巴 好 好 来先把 试下来 没有这是我的 所以我要给你爸爸看的 不顺利的 你做好等我 谢谢你 如果我要增加近端的稳定度 譬如说今天我要她做枕 或者说我要她肩膀稳定度好 我是用压的 压 压 不是 宝宝剪刀 拿一次 你自己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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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机 开始 三 二 二 一 那是我的 请给我 那是我的 那是我的 鸡子 八 第二个的话 譬如说 在这个压的动作是 它必须要是 如果它就是这样 你在压它就不对了 因为我们要做关节压 所以让它如果早早点压 它反而是把它关节压 就譬如说 它现在 做Y798 或鎚背之后 我会先去摸小朋友的腰 让它先伸起来之后 我会去这样子压 但是我给它一个这样子的压力 那小朋友在这样子的动作的时候 就是 譬如说 我会肩膀就这样做 对 那你怎么看 都不伸得上去 然后我会这样压 其实它不会压个 八下到十二下之间 你就会发现它可以比较正一点 可是如果是 如果我要增加它的远高 如果都是 当它前置前面 就说手是整个圈起来 它已经那个动作都不太对的话 我是要用拉的 可是我要在它用力的状况下拉的 所以我可以跟它玩一些 像是这样拔合的动作 对 或者是像是说 如果我跟它可以这样互相拔合 两只手可以互相拔合 然后有的时候 我会这样早上这样压在桌上 因为当我压下去的时候 关节就被我拉开 而且它也不容易 所以你可以跟它玩 类似像拔合的动作 或者是像脚 我就跟它说 帮手按一下 现在就已经照样 很压 让它手放一些 做完之后 我会再叫它们这样动作 然后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它 双力下来了 而且活动度也出来了 所以在过程当中 这两个宝宝 你可以教自己用 如果是近端的 跟远端的要分开啦 所以如果你近端用拉的 它就会更软 对 然后远端如果说用压 譬如说它一直在很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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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拉关节 就是自己在拉自己压 所以它会越来越硬 而且它这样动就不可能 然后就要跑 对 那每个学者有每个学者不同的方式 那我只能做这个方式 那因为它也是大小孩子 让它退一定很多 所以我就放比较少的给它 然后这一次我主要是要让它去观察 就是说大小方向还有我抽出来的东西 所以它每一个方向会有调整 所以手的动作是不同的方向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是视觉观察的 因为接下来我想要教它一些视觉的东西 因为动作做到一个程度 想说动作如果OK的话 其实只要有固定的练习 动作就会出来 但是确实是动作好 就一定会先好 因为不是有手的东西就会写字 所以它这些的话就开始有一些 像是一些 像这种标线的练习 或者是相对的 这一张最后做 这一张最后做 因为我要它去看那个表现 如果说它做出来 它还是乱画的话 那这张就不要强迫它 但是我继续在冲锋里面 OK 可以是先这一张 先这一张再这一张 好 看它这一张 好 来 先剪这里 OK 安心我们要有三个咯 我们要先剪一号 我们要先剪二号 帖子 感谢观看